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洗浊盆?它的愿途是什么?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祖国圣经将学习,出埃及记得第30章17到21节,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小语摩西说,你要用铜座洗浊盆和盆座,以便洗浊。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进堂前公子,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愿水洗浊,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 这要助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地定立。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了每一位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性都要支付的赎罪盈。 那么这一笔的赎罪盈,实际上并不能赎救赎他们的罪过,但是提醒他们需要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被留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因我们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 正如我们将会在第38章中看到的那样,赎罪盈是用于会幕的十月。 那么在今天的阅读当中,我们回到讨论会幕的最后一个物品,也就是洗手盆。 它必须由青铜来制成的,将被放置在会幕的院子中,在会幕和青铜祭坛之间。 因此当一个人进入会幕的院子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方祭坛, 之后是青铜祭坛的洗手盆。 那么我们将稍后会讨论他的院图。 再之后应该是上帝的会幕。 但人们要向上帝献祭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会幕的院子。 但是只有祭司被允许进入会幕本身, 而只有大祭司才会被允许进入会幕的教身部分,也就是至圣所。 而且每年只有一次才可以进去的。 那么在第18节告诉了我们, 洗测盆是被亚伦和他的儿子用来洗测的。 水杯用作清洗的象征。 由于祭司是为主服务的人,因此他们需要,必须进行清洗。 上帝在这里只要求亚伦和祭司洗手和脚。 那么他们在什么时候要使用这个洗测盆呢? 当他们进入会幕的时候,意味着实际的会幕本身, 或者是他们来到祭坛盘时,在上面献祭。 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做,他们就会死亡。 这就像我们表明的上帝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的指示。 那么现在如果你进一步请思考就会发现, 其实他们需要经常地进行清洗。 因为每一天的早上和傍晚都要进行在那堂上献祭。 那么正如我们稍后将要看到的那样, 在那堂上也将有其他的献祭。 那么在每一次的献祭之前, 祭司都要洗尽。 这应该也像我们展示的, 摩西内华他无法消除的罪。 宫廉或者三原的学绝对不能消除罪, 因为动物不会犯罪, 因此他们就不能充当罪的常防。 也就是需要一个无罪之能的学。 那么通过那祭司每一次洗尽之后, 才能接近神或者献祭。 他也不断地提醒祭司, 他们之间的罪。 一直直到无罪之能的学被献给了上帝, 也就是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也应该提醒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必须服从上帝, 以洗尽我们的罪。 在我们对新约圣经的研究当中, 我们将更深入地研究清洁的方式, 以及服从上帝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关于洗着盆的外观, 荧幕上的图像只是他的一种可能的方式。 所以这个也不必太过于追究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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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ake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